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硬派90秒 今天學長跟大家聊一個關於拉花的議題 那美麗的拉花圖案 當然對於飲用拿鐵或是卡布奇路人來說 是一個愉悅的體驗 但是其實過度的要求拉花 其實對於一杯咖啡的好喝是會有影響的 那影響在哪裡呢? 那首先我們要先了解 拉花它其實最原先的目的 並不是為了讓圖案很好看 而是為了讓咖啡跟牛奶能夠充分的融合 而融合的這個動作 我們就會發現會有一個用鋼杯 讓牛奶的利用一個重力的方式 入到濃郁的Espresso裡面 讓牛奶跟Espresso能夠充分融合 而形成的一個技術 所以實際上如果是濃縮咖啡跟牛奶 你沒有進行這樣一個融合的動作的話 你的咖啡和牛奶是會有嚴重的分層 是你的口感變得比較不好喝的 因此拉花其實是有助於卡布奇諾 或是拿鐵這類型的奶咖的好喝程度的 但是如果今天你為了追求很漂亮的圖案 可能必須用比較深培的豆子 因為深培的豆子它的油脂會比較多 牛奶跟咖啡的顏色對比會比較顯著 或者是說你為了讓優質感更多 所以你萃取的時間拉得比較長 都有可能造成咖啡的風味沒有那麼好 所以學長當然也覺得說 拉花其實是一個無論是視覺或是實質上 他們都對卡布奇諾等奶咖是有幫助的 但是每一家咖啡店對於自己的拉花 都有它自己的選擇 有些人覺得它可以在短時間之內 就拉出漂亮的圖案 或者是說它不需要特別去調整濃縮 它還是可以保持濃縮咖啡的好喝程度 這個時候它就可以表現它的拉花技術 當然是好的 但是有些店呢 它可能它自己使用豆子上的考量 或是它的流程上的考量 覺得它不想用這麼複雜的圖案 來做呈現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也是一種對風味負責任的方式 所以學長也建議大家 拉花當然是很厲害 也可以成為一家店的賣人 但是學長還是建議大家 咖啡畢竟還是拿來喝的 拼你的過程的愉悅度 還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不要過分要求拉花 而是說我們去欣賞拉花背後的努力 還有它的價值 還有它的藝術感 這樣就可以了喔 以上內容就學長對於拉花的一些想法 歡迎大家對拉花有任何的意見 或是有一些疑問的話 歡迎大家跟學長做討論 學長就會很高興跟大家溝通的喔 好 那我們今天硬派90秒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